南岛管内合适过度已经有七年时间的夜市家石贝主 因为曾经参务社会博物 以及受过既然充足的帮助 决定办理一条公议围定 来到南岛市一间冰店做电视 石贝主表示这家他的传议不受到 全部管车做公业 没有机会去大陆 他应该不是都一起 就会特别最终来表现一个三个人的雄作 向南岛管内卫族地名夜市家 拜书客家的油画家石贝主 最近来到南岛市一间冰店办理电线 这已经是他的第2处 办理国际卫族的预备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慈善风光这一个 不管是从远近来看 它的近距离后远近拉得很漂亮 这距离空间的感觉都很好 然后再过来这一幅呢 那个水 那个船 到处理都很好 有流动的感觉 色彩也是非常的明亮 我们再过来那一幅 那个山 秋天的景致也都表现得很好 他会油画水彩 还有会摄影 常常在把他的摄影作品发表在FB上面 而且他个人也对这个展览 常常安排我们的学员们在这边展览 我觉得他非常的热心 其佩族原本设定 有没有想过 因此就决定将义卖所得能够全数捐出 然后这只小孩他们也响应义卖 然后认够了两幅画 希望能够泡串预域让喜欢油画的朋友 然后能够与这个定价一起来做公益 吃冰的人不用有这么漂亮的画 再来就是我们的增加这个店 可以追尽 无反应提高 再来就是我们的公菜也有提高出来 十月如油画过程电缆 这处是他三水为主题 他希望大家看后 都能够得到心来的病情 天气一直到5月15 邀请有幸福的朋友 做回来吃冰欣赏油画 记者行市场报导